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叫江靖邨 本身我是从事玄学术素工作 我主力来说,我是从事以铁板晨素为客人批名 铁板晨素这四个字,顾名思义 是一门学文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玄学术素来说 分了很多类,有风水、有算命 我们现统称来说,玄学术素分衣服升上山 其实铁板晨素是属于一种算命的学文 大部分坊间一般很得人认知的算命方式 一般都是以指评八字或指微斗素 大家都耳熟能长 其实铁板晨素也是一种算命方程式 与一般的八字和指微斗素会有少少意别 一般人来说,算命时期 都是根据出生年月日、时辰去推算 但铁板晨素是要按照出生年月日时间 甚至我们要推算到分钟去做 铁板的定义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如果我认为最正确是铁一般版本的晨素 因为很多人认为它里面推算出来的东西 由于斩钉至铁的段语 和出来的事情由于铁一般版本事实 我们称之为铁板 为什么我会涉及铁板晨素呢 根源于最早时期 我是十四岁时期 缘分接触到原学术素 因为我十四岁时期 读中学、读书时期 已经喜欢风水算命的东西 因为当时在读书中 同学中有一个是双胞胎 我很早时期已经涉及了 指评八字和指微斗素 最早时期帮双胞胎去算命 帮哥哥算命 用指评八字去算 算得准 谁知道帮我弟弟算不准 后期发觉是否指评八字有些盲点呢 后期学指微斗素 指微斗素算得准 我弟弟算不到哥哥 后期有些前辈又说 要求要做到双胞胎 同一八字不同命运 你唯独只能去铁铁板晨素 我希望会靠我的兴趣 来投身我职业 但当时出来做时期 都不是真的那么顺利 因为我当时十五岁 十五六岁已除了学 十五六岁除了学时期 我出来社会时期都做过很多工作 投身很多工作 找不到一份合适自己 其实很多认知我的人都知道 最早我投身了做殡仪行业 因为最早我做殡仪行业 主要上班时间是晚上 我早上晚上可以很多时间 去铁铁原学素 直至到差不多十九岁时期 我出来執业 当时为何会出来執业 因为我认为学了那么多学问 反正我都喜欢帮人去算 帮人去看 还有当时帮朋友去看 时期都觉得有点准成 不如直接投身出去做 这件事当时都是因为环境 而决定了我要走去路途 很多时候选择工作 我都觉得不是你去选择工作 其实是工作选择你 真与假不是取决于学问 铁板神数由中国古代流下来 都这么多年了 我想反过来 问他们一句说话 中国原学素数是真还是假 如果你们认为中国原学素数是真的话 铁板神数也是真 八字紫微斗数全部都是真 因为真与假不是取决于学问 反而我在这么多年 在原学素数界打滚这么多年 我只看到一件事 真与假不是取决于学问 是取决于本身的师傅的心 如何用 劍可杀人亦可救人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 你说要说一门学问真与假 反而是那个人 去用这门学问时期 他的心术正不正 和福是天注定的 很多时候命中安排的事情 注定的 何时有交通意外 你的命要遇到 但可以化解 但化解了这个交通意外 不等于交通意外不发生 只不过你化解了 那宗交通意外在你前面发生 影响不到你 但时空一定会有那件事出现 只不过你如何去避 那我们为何要算命呢 其实孔子曾经说过的话 不知命无意为君子 我们对算命 不要只说指评八字之味斗数 或是铁板神数 我们对算命的学问 我们也抱着心态 其实我们是中国古佬一门科学 是希望用这门学问 用来了解自己 孔子曾经说过 不知命无意为君子 另外学生说 我们做人要落天之名 为什么要落天之名 我们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命运 我们怎么做人 其实风水算命 都是用来帮人了解一门学问 了解自己的一门学问和方程式 所以我们也不能戴有色眼镜 或迷信角度 去对原学术素的看法